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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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继续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看起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人实在是渺小 但是上帝就爱他 上帝就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他 而且常常顾念他 关心他 英文是visit他 那么用在另外一个字就监督他 我们很不喜欢 但是这个监督visit造访 包括一种强烈的爱 我们因为不完全 常常有很多的缺失 所以神要常常来visit我们 来看我们 来oversee我们 让我们更完美 更美好 然后神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 比天使微小一点 我想包括能力上比天使小 比天使微小一点 包括跟神的亲密度 是不是微小一点 但是就我们被拯救来讲 我们比天使要贵重多了 他没有救拔天使 各位人好像很自卑 常常都喜欢跟天使比谁大谁小 跟彼此也比谁大谁小 我们不要比这些 这里就讲到 人比天使微小一点 好像能力差一些 地位差一些 但是神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 我们人实在是很尊贵 人文主义者 人本主义者 因为不认识上帝 因为不认识伟大的上帝 伟大上帝的伟造创造 他们对人并不认识 他们对人有多尊贵并不知道 事实上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 人跟动物跟植物 人跟其他东西 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我们常常讲到 人文主义发展之后 最后就万物一体了 人不会比动物植物 有更多的价值 人不会比鸟兽 有更多的价值 有些环保主义也走上这条路 只有相信上帝的全能 尊主为大 人完全顺服主 人的尊贵的地位 才能恰当地表达出来 当我们知道神教 我们比天使小一点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尊贵荣耀 来自上帝的恩典 然后当我们知道 上帝把他所造的万物 派我们来管理 上帝让万物都扶在我们脚下 这种真是一个需要有很谦卑 喜悦的心 什么叫万物都扶在我脚下 有些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 就是这很英文叫 dominarian 很霸道 好像我们要发号司令 好像希特勒那样 其实圣经在讲 管理万物 把万物扶在我们的脚下 并不是指我们霸道 就像神对我们不是霸道一样 而是他那完全智慧的权柄 完全有爱的眷顾 能够恰当地临到我们身上 现在因为有罪 我们管什么东西都管不好 各位万物不服你 你家蚊子也不服你 那么细菌也不服你 细菌会伤你 蚊子会咬你 你老婆老公儿子也都不服你 常常我们也不服他们 整个世界因为人自己要做主 不以神为主 就变天下大乱 然后很多的服从也是 恶欲的虚假的 然后利用人的 都不好 唯有服在上帝的脚下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美好的服 如果基督徒你知道什么叫顺服上帝 如果你有经验过顺服上帝 背十字架 逆着自己的性子 顺服神 你会经验到 那个里面的喜乐 满足 自由和能力 没有一个基督徒 包括特别像摩西 大卫 保罗 这些人都经历过 因为顺服 因为被神破碎 因为背十字架 而产生的极大的自由和能力 我们也希望 我们在信主以后 走十字架道路 愿意顺服上帝 愿意接受喜悦上帝 对我们的眷顾 领受上帝给我们十字架的荣耀 然后我们在管理万物的时候 人人有困难了 你管理你的太太 对不起 我用管理这个字 因为圣经的确是要叫丈夫 做一家之主的 管理你的儿女 还有管理你自己 都常常需要圣灵来帮助 时时刻刻需要 不是骂人的权威 而是顺服上帝 信靠上帝的权威 那个服在他的脚下 就有那一种和平善良 又井井有序的一个秩序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人间 恐怕都找不到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你今天我不知道 你到某一个餐馆去 哦 那个客人非常多 但他管理得非常好 我有去过一些很忙的餐馆 但是他服务很周到 因为那个管理的流程非常棒 可能有一些工厂 我不知道郭台铭先生 工厂是不是这样 哦 几万人 但是管理的那个 很井井有条 可能你觉得不够人性化 你可能觉得 哦 Google的那个管理很好 还有管理动物园啊 管理一个篮球队员啊 篮球队啊 或者管理一个乐团啊 我知道艺术家很难被管理的 那我也听过 好像旧金山的那个歌剧院 有一个非常好的管理者 这些有技术有手段 我们也可以把那些好的法放在心里 但是我们在讲 每一个人你我 将来要管理这个新天新地 万物会服我们 总是因为我们服上帝 总是因为我们以基督为主 你对你的时间管理不满意吗 你对你的书桌管理不满意吗 你对你电脑管理不满意吗 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满意 乱得一塌糊涂 垃圾堆在那里 然后到最后 我觉得我看到很多人 在整理衣橱和整理书桌的时候 就是这样 要整理太多了 实在没办法 就怎么样 再把它堆一堆 推到后面一点 衣服再放到后面一点 这个再放到那里 就越来越难管理 我们不会管理 我们不服上帝 那如果你要会管理 你要知道上帝的恩典 你要顺服他 你不要自我为中心 这个世界将来 神要我们来管理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学习 信靠耶稣来管理 本来神的管理 神要我们的管理是这样 计较万物都服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 真是太棒了 没有一样不服他 各位你我的生命 现在大概是这样 没有一样服我们 我看最明显 就是你自己也不服自己 你照照镜子看看 你的嘴服你吗 不是都吃太多了吗 你的嘴服你吗 不是都讲太多了吗 我自己也有这个情形 有的时候累得要死 实在应该睡觉了 但是累得半死的身体 就不服该睡觉的这个命令 就又去看了什么电影 网络又浪费了时间 然后明天上班又被耽误了 我们常常在这种恶性循环中 我们想要自己做主 自己高兴怎样就怎样 结果就是 谁都不服你 我们一切都会乱得不得了 有些比较聪明的人 也许他的功课 管理得还好 也许他档案管理得还好 也许他生活管理得还好 有些人很能自制 都感谢主 但最能自制的人 我们看过 有些领导者 他跟人也很和气 他的时间也都跟上进度 我们仍然要对这样的人说 不管我不知道 张忠谋先生是不是这样 王永庆先生是不是这样 或者某个交响乐团的总监 是不是这样 他的乐队 他的团队管理得非常好 而且大家都在那里 非常喜乐 但是如果你没有 把你的生命 让上帝来管理 以神为乐的话 你管理得仍然非常不好 你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性命 神是要叫万物都服我们的 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的情绪 各位这也是 又是一个 我们情绪不服我们 我自己也常常有这种痛苦 有的时候失控 这失控 发脾气是一个很明显的 但不只是发脾气 包括其他方面情欲的表现 都很痛苦 神会让越来越服上帝的人 万物越来越服他 包括他是情绪的管理者 而不是情绪的奴隶 计较万物都服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看见 万物都服他 我们今天看到 万物都服人吗 没有啊 谁都不服谁 这不是在神的恩典下 已经开始进行了吗 是 希望教会里面就开始进行 但是我们看到 虽然万物也没有都服耶稣 但是耶稣是都服上帝 所以那就成为我们的 拯救者和榜样 我们终于看到 耶稣的名字了 希伯来书二章九节 唯独贱纳成为 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这话的意思就是 上帝的儿子成为了人 人比天使小一点 他这是受尽委屈 他是比天使大得多 他比天使伟大得多 但是他现在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 目的是要人成为上帝 或者成为上帝原有的形象 都是为救我们 目的是要洁净我们 目的是要提升我们 我们见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他的降碑让他升为高 人要升高 永远要降碑 这不是一个手段 这是上帝的道路 就是神本来就在我们人之上 我们人本来就应该 凡事顺服上帝的 耶稣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惠 人人藏了死位 各位这是耶稣所演的一出戏哦 这一出戏可是好看极了 可是我们听起来会觉得无聊 我们看到耶稣上帝的儿子变小了 变成比天使小一点 然后呢 他来到人间做了些什么事呢 这也是很多异端对耶稣的生平 不大高兴的地方 因为耶稣的生平太平淡无畏了 耶稣只活了三三年 三三年跟亚历三大一样大 也远远没有亚历三大 那么多丰功伟级 也没有写什么书 也没有做什么曲 也没有打什么肾脏 也没有 就是他到三岁才出来工作 就讲了一些话 医了几个病人而已 然后就死掉了 很多人觉得耶稣做得太渺小了 包括很多的异端 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觉得 哎呀 耶稣在我身上也做得太小 各位 耶稣做得一点都不小 他在顺服上帝 他比天使小 然后他一生你可以说 因为顺服上帝而受苦 各位 我们不高举受苦 老一辈的基督徒很喜欢高举受苦 我们并不高举受苦 我们并没有被虐待狂 我们很喜欢生活快乐 我们很喜欢生活幸福 苦本身不是一件好事 神所造的创造世界里面 原来没有苦的 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没有苦 我们没有被虐待狂 但是我们承认 在罪恶堕落的世界里 神使用 因为顺服上帝而有的苦 成就了莫大的事情 在耶稣身上是这样 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 我之所以不这样讲 就是我不要各位把基督教讲的 吃苦受苦 等同于我们中国传统讲的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忍一时之苦 成就什么什么 各位 这都是种谋略 这都是种权略 这都不是圣经上讲的 圣经上不是讲 我们要受多少的苦 圣经上最基本讲的是 基督为我们受苦 现在教会里常常提 我们要为主受苦 为主受苦 这都不恰当的 我们不必为主受什么苦 我们也不能为主受什么苦 如果我们能为主受苦 而且这受苦有益的话 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 这个基础最重要 基督为我们受难受苦 我们才可能得到一切救恩 我们受苦受难 根本不能成就任何事情 我们今天应该强调的是 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 我们可以享受这美好的人生 让基督徒多享受 不要常常觉得自己很苦命 是生活中有苦 十字架有艰难 但是我们仍然是欢喜快乐地去 是有忍受了 但是也是享受 耶稣为我们受苦 耶稣为我们死 为我们道成肉身 为我们受屈辱 太多了 整个他从玛利亚的子宫中 到他三十年隐民埋信 到他出来的三年中 被很多人拒绝 都是受苦 到最后是死亡 但是他这苦 因为是上帝的旨意 那才真是 不是吃得苦中苦 他受了苦中的苦 他得到尊贵的荣耀 他是一直到死 受苦到死 受委屈到死 被羞辱到死 但是因为这又是很奇妙的 上帝的旨意 人的意思是恶的 比拉多是恶的 犹大是恶的 西律是恶的 把他定十字架是罪恶的 但这罪恶的一连串事情 后面有上帝救人的旨意 耶稣顺服了 他就得了最高的荣耀尊贵 为冠冕 这个冠冕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尊贵荣耀 另外一个是权利 他都得到了 他的神性有永远的权利 没有得也没有失 但他的人性 和人性神性 结合在一个神的位格里面的 那个基督 得到了荣耀尊贵 得到荣耀尊贵 他还是没有强调荣耀尊贵 又强调 为人人尝了死位 也就是为人人受羞辱 受上帝的震怒 代替人受上帝的震怒 好叫我们得到恩典 好叫他自己的人性 也得到提升 第十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 因受死的苦难 得以完全本事合宜的 第十节 实在对不起 不是很好懂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懂 为万物所属 就是上帝拥有万物 万物都是属上帝的 版权属上帝 产权属上帝 肖像权属上帝 这个宇宙的任何东西 都是上帝的仆役 都属于上帝 都要听上帝的话 这叫万物所属的上帝 万物都属于上帝 为什么万物属上帝 因为万物所本 万物都本于上帝 因为这是上帝造的 为什么我有这篇文章的版权 因为这是我写的 为什么我有这个音乐会的版权 因为这个音乐会 是我独奏的 除非你跟厂商 有什么其他的邪谈 authority是权威的意思 authority是来自作者 author 因为作者 所以他有权 因为上帝造万物 所以上帝有权 但是上帝的权不只造万物 也他管理万物 上帝 这里上帝特别是指天父 他创造管理万物 他有一颗心 他要把很多的儿子 带到荣耀里去 那他就去创造这些儿子 他就带领这些儿子 他是创造这些儿子 他也带领这些儿子 但是这些儿子都堕落了 就是亚当夏娃的后裔 就是我们了 都堕落了 上帝所造的本来是极好无比 现在极坏无比 那上帝可以不要管 这极坏无比丢掉就毁掉 就跟堕落的天使一样 就不要了 可是上帝的大爱 没有不要我们 上帝使救我们的元帅 这里没有讲救我们的救主 也没有讲救我们的医生 也没有讲救我们的消防员 讲救我们的元帅 就是耶稣救我们 不是像我们一般想到的 一个牧羊人救羊而已 耶稣救我们 是像一个元帅救他的士兵一样 牧羊人救羊 救回来羊 擦一擦 裹伤啊 这神也有做 但是这里有更积极的 神救我们 是让我们从一个要死的伤兵中 变成一个英勇的壮士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轻看你的基督的生活 不要只想到 我就是一个羊 被抱一抱 我就是一只破丝猫 被摸一摸 然后 玩一玩 我们基督徒 有享受快乐的时候 但是也有作战的时候 我们被拯救 我们要走上帝的路 我们要走我们元帅的路 我们怎么走元帅的路 就是因着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我们继续也因苦难得以完全 哦 耶稣的完全 居然是苦难造成的 当然这是指他人性 他的神性永远没有改变 不需要更完全 也不会被减损 但他人性 除了没有罪以外 跟我们都一样 就是需要被殉 好 这里我再一次说 不要把这段话想成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里要想到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耶稣给我们的拯救 但是耶稣给我们 恩典给我们拯救 千万不要想 所有的基督徒的生活 就行云流水 就自动变得很好 很多人在讲 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在讲恩典的时候 就把恩典跟自然 做了一个很不调和的 很不自然的配合 哦 我以前不能爱人 信耶稣以后 我就很自动地爱人了 我以前不喜欢读经 自从到祷告山以后 我就很喜欢读经了 我以前喜欢上色情网路 我现在被圣灵充满以后 我就绝不上色情网路 觉得好恶心哦 我就很喜欢看圣经了 很多人觉得 圣灵在我们身上 工作恩典 就让我们没有挣扎 没有痛苦地活出良善 各位这是不可能的 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讲 任何一个属灵人 从旧约到新约 包括保罗 我们都有不断地 征战和操练 我们的征战和操练 不让我们有丝毫夸口的 因为不是我们的征战 我们的操练达到了 炼到了什么炉火纯青 我们能征战操练 那都是神的恩典 但是恩典没有减少 我们需要的征战操练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在读经 祷告 成圣的过程中 得圣的过程中 传福音的过程中 在教会辅射的过程中 很多的挫折 打击灰心 上智 不想干了 没有关系 这是正常的 你不要说 我都没有圣灵 那个人都有圣灵 他每次做都很顺利 没有这种事 我们都有征战 连耶稣都有 在希伯来书讲 他也受苦才得了尊荣 他也受苦难才得以完全 就有一点像 你一个人即使天才 你不可能摆头摆重 你要摆发摆重 你要苦练苦练苦练 连耶稣都是这样 你要爱人 你要善良 你要诚实 你要勇敢 你要传福音 都不是 自动就变得非常好 没有 你有很累的时候 但鼓足力气再来做 你有很怕的时候 但鼓足勇气再来做 挣扎是会有的 苦难是会在基督身上 不断有的 希伯来书后面也有讲 这里也有讲 苦难操练 因着建立在恩典上 不是建立在律法主义上 道德主义上 也就是我们常常想到 这是主的恩典 就让我们能够 越操练越完全 越操练越美好 越荣耀 如果连我们的基督都是这样 他的美善是操练来的 是苦难来的 他的善良美好 都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这些蒙恩的人 经历这些 岂不更是理所当然的吗 十一节 因为那使人成圣的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于一 使人成圣的 那是指耶稣 耶稣使我们成圣 得以成圣的 那是指我们 靠着耶稣的恩典 靠着圣灵 我们成圣了 美好 但是不管是使人成圣的 耶稣 或得以成圣的我们 都是天父的带领 最后都出于一 那一是天父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耻 各位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是我们的主 耶稣是我们的神 耶稣是我们的王 耶稣是我们的一切 耶稣也是你的哥哥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是你的哥哥 他是你的兄弟 因为他走过 跟你走一样的路 他的神性 我们绝对跟他编都没有 但他人性 当然他没有罪 但是跟我们是一样的 是受造的 是软弱的 是需要操练的 需要锻炼的 这神性和人性的结合 成为我们的救主 这我们不懂 我们这里也不讲 但是我们要肯定这一点 因为他要求我们这些人 是他的弟兄 他不以我们为耻 让我们不以他为耻 让他以我们为荣 让我们也以他为荣 我要将你的名 传于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这个我是我们的主 我是基督 你的名是上帝 基督要把上帝的名 传在他的弟兄当中 就是传在门徒当中 但是这个我 也完全可以是 每一个基督徒 这十篇二十二篇的话 我们每个基督 要把基督的名 传给我们的弟兄 基督的名 就是基督的一切 神的名 就是神的一切 神的名 把神的一切的美好 包括进去了 基督的名 把基督的一切美好 包括进去 所以我们传扬基督的名 就是传扬基督 传给我们的弟兄 各位不要以为福音 只是传给不信主的人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需要继续不断听 已经听过几万遍的福音 而如果我们讲得好 听得好 每一次都有更丰富 让我们听到的福音 激励我们 使我们更热情 更有力量 我要把福音 把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 告诉基督徒 耶稣是多么的美好 告诉基督徒 我们一起来颂养他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 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 神的殿 他必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 他的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必处于耶路撒冷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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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